! 哈囉! 我是全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幾個立可白修正義的 可能有用小知識 因為他可能對你有用 但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它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的話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修正義的歷史 修正益最早可能是来自美国的单亲妈妈 Betty Nesmith Graham 发明的 她在德州银行当执行秘书的那段日子里 因为公司把系统升级为IBM的电动打字机 这个新机器所使用的碳纤胶卷色带 无法用一般的打字橡皮修正 反而会留下污痕而使她非常的头痛 某天Betty在圣诞节那一天还要加班时 看见有油漆师傅在粉刷招牌 恰巧就给她一点敏感了 她把水性的淡彩装在瓶子 跟水彩笔一起带去公司使用 引起同事们广大的注意 同事们纷纷开始使用这个产品 后来经过同事跟儿子的化学老师的鼓励与建议后 最后她调出一种以有机溶剂为底的配方 比原本水性产品干得更加快速 之后 Betty就把这个名字改成为Liquid Paper 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立可白 并申请的专利 然而当时的修正液有个致命的缺点 瓶子只要一倒 修正液会直接溅开难以清理 用久的修正液本身还会结块 当时还是用刷头的年代没有像现在有金属的壁头 涂起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好 而到了1983年 Paintel将修正液加以改良 直到1994年Paintel推出了尖端为金属材质的笔形修正液后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模样了 这个最近有上新闻喔 来我告诉你们正确答案 他们两个成分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当初设计师在开发的时候 想要让消费者有其他的颜色可以选择 然后他就开发了红色跟蓝色了 但是因为蓝色比较普遍 其他厂商又纷纷跑来抄袭的状况下 渐渐的立可白好像只剩下蓝色为大重色 他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神秘的立可白盖子 喔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喔 我相信这些很爱造超的防茂小厂商们 他们也不知道Paintel他们这个盖子是有特别设计过的 这个盖子的用途是当你的立可白上面有结块的时候 你只要在上面轻轻的绕一圈 上面的结块就会轻轻自动掉落在里面了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设计呢 可是其他人啊 想要学就是学一半啊 就是完全不明所以自以为别人有打洞 然后就跟着打洞的 尤其是这个 这个厂商这个厂商 有看到 硬是要跟人家学 然后也不明所以的弄成这个样子 请问一下 你这个东西 这样子干五好用 干五好用 完全就是不合啊 非常的平啊 我就不懂 就是造超超一半的 我看哪一家 白金牌 回去检讨一下好不好 立可白可以自己切割开来呢 绝对不可以 因为目前市售的立可白成分 都是为甲基 环基 碗 和固体的太白粉组成 他们具有轻微的毒性 对眼睛皮肤跟呼吸道都会刺激 如果不剩大量吸入 会引起头痛 呕吐 昏迷 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所以啊 如果你挤不出立可白了 千万不要硬挤或试图打开来 非常的危险 而且立可白不过就多少钱而已 你就重新买一个新的嘛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一个 会伤害自己的事情呢 立可白如何清除 立可白如果你沾到你的手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大量的洗劫剂 清一清就OK了 但是如果沾到衣服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买Vanish 必连万又去之霸 或者是德国品牌的洗衣精Perso 都是不错的选择喔 哪排的立可白好用 相信这是大家最想要关注的问题吧 你看到我买这么多的立可白 就知道我刚刚已经做过实验了 来结果直接告诉你 来公平公开公正的立可白大战 正式要开始了喔 我们除了要比它的覆盖以外 接下来就是写下来感觉怎么样啦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所以以上这个实验还是告诉你了 我们还是买Pentail就好了 其他的真的灾情惨重 覆盖率差 掉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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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掉漆 会掉漆 有漆未干 有漆未干 一分钟内 快速速干服帖 请认明Pentail修正义 人家真的很强啦 人家左脚之前就80了 其他这些 其他那些 杀小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集了喔 不知道这一次的立可白无用小知识 有没有让你增广见闻呢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真的很用心的看了很多的书 查了一堆资料 做了最后的这些 无谓的脑残结果 而得出这样子的一篇结论 喜欢这一集的话记得 一定要帮我点个喜欢 然后把这一集分享给 有在使用立可白的朋友们 我是Champion 我在其乐玩文具 下一次的文具介绍再见咯 加勒 字幕志愿者 则 评论 评论 声音乐 评论 评论